念啊 为什么不敢念 你的哈利路亚很厉害你念啊 念啊你不想念啊 这个就是所谓基督徒的人啊 相信基督教相信的太入眉啊 人家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基督徒你每天在那边念念念了 自己的老母就丢在那边饭也没有煮 父母老母啊生病要上厕所也没有理 每天过着念他们的哈利路亚 他们的基督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会念经罢了 会去祷告神 敬拜我们神 然后父母就不用敬拜 不用去教顺了 每天坐到家里呢 乱七八糟 现在不服气的坐这椅子 那别发呆咯 今天念他的经哦 念他的哈利路亚什么都不用做 看看整间客厅都给他弄到乱七八糟了 有人在客厅这样子的吗 那些东西堆到这样子 有吗 有没有人家的客厅是这样子的东西 丢了乱七八糟 有吗 你看 饭桌在客厅的 那些东西丢了乱七八糟 然后不敢念咯 不敢念看他的视频啊 来拍我们啊 那现在又拍回我们咯 看到吗 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督徒 Johors Kudai的基督徒 基督徒是这样子的 每天只是会在家里乱 念他的经 这个是什么基督徒 我所认识的基督徒不是 我所认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 人家的基督徒没有像他们这样的 不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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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也会讲嘛 那这是我的孩子 Grace 他也会讲 不要这样对吗 啊 人家小孩子也会讲 有人这样的吗 我四万你们网友啊 有人这样子的吗 刚才他一直念他的哈利路亚 说他的方言 他说这是他们基督徒的方言 他们的祷告 结果现在我讲到排他 他却不敢开口 不敢念 不敢出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他心虚吗 就是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表现吗 我看人家基督徒没有讲 我朋友基督徒从小到大都没有跟我讲过基督教的东西 人家要选择什么宗教是人家自由 没有每天在家里念 每天在家里这样骂人 刚才他还讲要打我了 他讲他不敢了 他不敢念要打我了 他讲了我们啊 华人啊 死了那个笑恩言啊 是什么 他问我 人家我们华人死了 把父母放进笑恩言 他问我粉末是错的吗 他讲他要打我 有这样的人吗 请大家 大家请大家 你们给我一个feedback 有人这样的儿女的吗 不要给父母去笑恩言 什么讲笑恩言是不对的 讲我们拜神是拜魔鬼 有这样的事情吗 这个人啊 现在不敢面对拿手机盖住他脸啊 为什么 你们试试评评评评评评 对吗 我看我看你来没有啊 你看你这么在这边 我看你一点